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科幻喜剧《非常小特务4》 这部电影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了 然而这部电影的主角从朱尼姐弟换成了小美 小美表面上是个孕妇 实际上是个强悍的女特工 这天她为了抓捕时间盗贼滴答 导致了羊水的破裂 并生下一个小女儿 小美的丈夫是特工抓捕节目的记者 已经有了一对儿女 姐弟俩对这个继母不是那么友好 还屡次因为想整小美 而误伤了自己的老爸 小美从新闻报道中得知 时间正在加速丢失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人类将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中面人说这是对人们浪费时间的报复 而最糟糕的是犯人滴答逃走了 滴答和中面人达成了协议 帮她找一块叫做克罗诺斯的宝石 恰巧这块宝石就在小美手中 但宝石已经被小美送给了妓女小红 无奈之下小美去向妓女要回项链 小红却觉得妓母小气 两人本来就不和谐的关系 变得更加糟糕 但小美顾不上这么多 她带着宝石盒去到局里 却被妓女再次恶作剧 里面只喷射出一坛恶心的东西 而在小美背后 一群拿着大炮的人就洗劫了她们家 而姐弟俩这才发现小美的特工身份 家中还有一条会说话的特工狗 姐弟俩坐着飞行器逃出家中 坏人却紧追不舍 他们用爆米花和呕吐将敌人打败 姐弟俩被带到特工局 从已经长大的喀门那里了解到小特工分部 喀门告诉他们 最好的小特工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去调查时间大道 两人在特工狗的屁蛋帮助下逃出特工局 却无意间进入时空穿梭机 两人通过穿梭机来到一家时间修理站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中面人 就在两人一苟之巍之际 喀门和继母小美抱着奶娃娃酷炫登场 还给了他们无敌炫酷的装备 一个化身铁臂阿通墨 一个化身巴巴拉小魔仙 却抵不过滴答的蜜蜂攻击 最终弄丢了宝石 就在姐弟俩和继母之力于抓捕时间盗贼时 他们的爸爸却在打算采访时间大盗 想借此吸引大众的注意后涨工资 爸爸本来还在为拍到时间大盗的画面而开心 却发现录像带中的特工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他为了保护家人将录影带给毁掉了 但他没有办法接受 于是和妻子进入了冷冻期 时间丢失了越来越快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这时 喀门的弟弟朱尼在消失七年后回到了特工局 小红姐弟俩也在无意时间得知 特工局的大佬就是中面人 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继母 却已经晚了一步 时间大盗控制住了整个特工局 吉弟俩决定去拯救特工们 他们将小红姐交给特工狗照顾 刚进门就被迪达给捉住 原来时间大盗偷取时间和宝石 只是想回到过去看自己的爸爸一眼 想要补偿自己错失的那些时间 弟弟揭开了其他中面人的面具 居然和时间大盗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他已经回去过很多次 但每次他都没能改变过去 时间大盗执迷不悟地启动了时间隧道 他回到过去 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年纪的父亲 等他再回来时 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滴达拿着红宝石 还要继续回到过去 家里的爸爸看到特工狗的流言 立马赶去了时间维修站 解救下了一家子 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而朱尼和卡文也决定 重新开启小特务部分 他们首先就收获了小美的小女儿 这个特工奇童 果然特工要从娃娃抓起 电影再次遵从了大团圆的结局 而看完这部电影 我们更加应该知道时间的可贵 有空的时候多陪陪家人 不要让自己失去后再来后悔 时间的多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对待它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